2016年的一天 日本东京发生了一起 令人震惊的恶性绑架案 两名小学二年级的学生 小智和秀一 在放学后一起步行回家的路上 双双离奇失踪 两人的家长见自家孩子迟迟未归后 第一时间赶到警局报了案 就在他们刚刚跟警察说明完情况后 秀一的父母突然接到了绑匪的电话 绑匪在电话要求 秀一父母立即准备好三亿日元赎金 并且不准报警 否则他们的儿子将小命不保 至于交付赎金的时间和地点 则等候另行通知 奇怪的是 另一名失踪的孩子 小智的妈妈姓子 却并没有接到类似的勒索电话 第二天上午 在家焦急的等待消息的姓子 接到了警方让其前去认识的电话 原来今天早些时候 有人在一处路边 发现了一具男童的尸体 从衣着和身上的学生名牌 可以看出 死者应该就是前一天失踪的小智 死因是头部遭受鹦鹉撞击后致死 慌忙赶到警局的姓子 很快确认死者就是自己的儿子 警方初步判断 杀害小智的凶手 应该和勒索秀一父母的绑匪 是同一个人 绑匪原本的绑架目标 只是家境富裕的秀一 但小智和秀一 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小伙伴 每天上学放学都在一起 绑匪最后只得将两人一起掳走 由于小智的母亲姓子 是一名丧偶的单亲妈妈 根本无力支付赎金 因而绑匪为了甩脱累赘 残忍地杀害了小智 顿时艾子的悲痛 让姓子的精神激进崩溃 在认完事后 她失魂落魄地离开了警局 宛如一句 被魔鬼抽走了灵魂的躯窍 参与办理此案的右京警官见此情形 赶忙让自己的搭档冠成 驱车去将杏子送回家 等到冠成开着车追上杏子时 刚好看到杏子站在路边 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 嘴里还喃喃念叨着 他们都是笨蛋 杏子的这种异常表现 立刻引起了冠成的怀疑 不过冠成没有表露出来 而是不动声色地将杏子送回了租住的公寓 冠成随后注意到 杏子在下车后并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先去附近的超市里 买了几包儿童零食 然后才回到了住处 追踪而至的冠成隔着薄薄的门板 隐约听到杏子进屋后 语气温柔地说了一句 我回来了 没有我的允许 千万不要随便出门哦 可是根据警方此前的调查 杏子家中只有他和儿子小智相依为命 那么现在屋里的另一个人会是谁呢 满腹狐疑的冠成 决定留下来观察一会儿再说 没过多久 杏子就再次离开了家门 等他走远后 冠成敲响了杏子家的房门 但屋内始终无人应答 就在这时 隔壁房间走出一位大妈 冠成赶紧上前向其询问杏子家的情况 大妈声称 杏子的家里 平时确实只住着杏子和小智母子 冠成听了这话 不禁怀疑路边发现的死者并非小智 而是秀依 毕竟警方目前只通知了杏子一人前去认识 杏子很可能是故意谎称 遇害的秀依是自己的儿子小智 他这么做的原因 恐怕是跟绑架案脱不了干系 讲到这里 冠成赶忙给佑金打去电话 同步了自己的最新发现和猜测 佑金在接到电话后 没有多说什么 只让冠成继续监视杏子的一举一动 与此同时 秀依的妈妈再次接到了绑匪的电话 对方让她明天下午三点钟之前 将三亿日元的现金放到一处街区的公共储物柜里 尽管警方在秀妈的手机上安装了来电追踪软件 但绑匪明显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没等警方追踪到其位置就挂断了电话 秀妈只得按照绑匪的要求开始筹集三亿日元现金 好在她是个富二代 继承了家族的珠宝生意 很快就凑齐了这笔巨款 第二天下午两点钟 秀妈先将三亿现金装进一只巨大的旅行箱 并按照绑匪的要求 将旅行箱放进了指定的储物柜 然后就离开现场 等待绑匪的下一步指示 此时大批的便衣警察 已在储物柜附近布下天罗地网 钉死了四周的每一个出入口 右京警官也在现场周围转了两圈 结果发现警方的部署存在漏洞 原来存放食物金的储物柜旁边 有一所小区 小区的大门上贴着一张通告 通告内容是 今天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 物业将对小区的下水管道进行检修 届时为了方便维修人员出入 小区前后两道大门都将临时取消门禁 也就是说绑匪在拿到前后 完全有可能通过这两道门穿过小区 迅速逃离现场 右京立即打电话将此情况 汇报给了留守在秀一家中的光警长 光警长是此次抓捕绑匪行动的总指挥 右京提醒光警长 应马上增派人手 在储物柜附近的小区前后门口蹲守 谁知光警长还没来得及增派警力 待在其身边等候消息的秀一爸爸 文言忽然发飙 愤怒地指责警方办事不周 然后气呼呼地摔毛而出 被搞得灰头土脸的光警长 只得耐着杏子重新部署警力 几乎是同一时间 另一边负责跟踪杏子的灌城 发现杏子独自出门 约见了一名形迹可疑的戴帽男子 男子鬼鬼祟祟 故意将帽炎压得很低 明显是担心被人认出来 灌城远远地见到杏子 跟帽子男低声而语了几句后 就与其一起坐上一辆出租车 灌城原本驱车跟在两人身后 但很快因为堵车跟丢了目标 与此同时 绑匪又一次给秀妈打来电话 临时取消了交易 佑金顿时察觉情况不对 他怀疑 绑匪是掌握了警方的实时动向 所以才没敢现身 实际上 佑金早就觉得 这起绑架案疑点重重 首先 通常情况下 绑匪为了防止人质家属报警 往往会在实施绑架后 第一时间打来勒索电话 威胁人质家属不要报警 但此次的绑匪 在绑走人质后 却迟迟没有联系人质家属 而是等到人质家属前往警局报完警 才姗姗打来电话 其次 绑匪为了自身安全 一般都会临时告知人质家属 交述赎金的方式和地点 可是 此案的绑匪 竟然提前了整整一天 将交易地点通知了人质家属 这等于是给了警方充足的布局时间 佑金总感觉 绑匪应该不至于这么蠢 而更像是故意为之 对方似乎是打算根据警方的部署 来制定应对策略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绑匪又是如何提前知道警方的部署呢 难道是有人给其通风报信吗 佑金立刻将自己的疑惑 上报给了光警长 光警长随即对可能泄露 警方动向的可疑人等进行了排查 结果发现 给绑匪报信的人 居然是受害人秀一的爸爸 秀霸不仅将警方的布点草图 发送给了一个神秘邮箱 而且在佑金发现警方的部署漏洞后 拨打了一个不记名的手机号码 面对警方和妻子秀妈的质问 秀霸终于痛哭着坦白了一切 原来秀霸是一个不受待见的倒叉门女婿 为了能在岳父岳母面前扬眉吐气 她一直心心念念地想着干成一番事业 大约半年前 一名自称老金的商人 邀请秀霸参与一个回报率极高的投资项目 脑袋不大灵光的秀霸信以为真 哪知最后投资势力 她不仅赔光了所有个人积蓄 还欠下了一大笔外债 就在秀霸不知所措之际 老金再次向她提出了一个馊主意 那就是假装绑架她的儿子秀依 从其妻子和岳父岳母手里 骗取一笔巨额赎金 老金负责实施绑架 秀霸则则充当内应 事成之后 骗来的赎金由两人评分 秀霸得到的那份 足以填补她的投资亏空 宛如蠢猪的秀霸 再次相信了老金的鬼话 即使后来她得知小之遇害 也没有丝毫悔改之心 依旧给老金通风报信 秀霸在听完丈夫的话后 气得当场将其痛扁了一顿 但已无济于事 自从上次取消交易后 秀霸就再也联系不上老金 警方随后的调查发现 老金向秀霸提供的个人信息 全系伪造 并且对方每次跟秀霸见面时 都戴着帽子和墨镜 秀霸甚至没有看清过老金的真面目 就在警方的调查陷入僵局之际 另一边跟丢目标的贯成 只好重新回到 杏子的住宿门口蹲守 深夜时分 杏子终于回到了家里 为了确认小智是否还活着 贯成干脆现身 并要求进屋看看 结果遭到了杏子的断然拒绝 由于没有搜查令 贯成只得惺惺作罢 而杏子进屋后 静止来到了儿子的房间 被警方确认遇害的小智 此时赫然好端端地 窝在自己的床上 杏子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一打现金 开心地向儿子展示 原来由于经济拮据 杏子经常无法准时交付 小智在学校里的午餐费 小智因此时常遭受 老师和同学们的白眼和嘲笑 杏子正打算用手里的这些钱 给儿子补交午餐费 没想到小智在见到钱后 却忧心忡忡地询问母亲 这些钱是从何而来 杏子只得敷衍地表示 这些都是自己兼职赚来的清白钱 小智听了这话 历史露出轻松的表情 就在杏子和小智母子 谈话的同时 警方在秀一家的门口 发现了一束祭奠王者的白菊花 秀妈在见到花后 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她怀疑自己的儿子 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恰在此时 绑匪再一次打来了电话 对方此次将交付赎金的地点 改在了一处 人来人往的游乐园中 同时要求秀妈将原先的三亿日元 兑换成每张面纸一千的瑞士法郎 秀妈本想听听儿子的声音 但遭到了绑匪的拒绝 这让秀妈的心理更加发怵 不过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她还是按照绑匪的要求 兑换了赎金 然后将所有的钱 装进一只购物袋里 前往指定的游乐园 这时 在杏子家门口 蹲守了一整夜的灌程 在翻找杏子丢弃的垃圾时 从里面翻出了一张 鲜花店的购物小票 票据显示 秀妈昨晚收到的白菊花 正是由杏子购买 就在灌程陷入疑惑之时 另一边的秀妈 已提着赎金来到了游乐园 没过多久 一名戴着口罩 墨镜和帽子的可疑男子 静止走到秀妈面前 夺走了他手中 装钱的购物纸袋 由于尚不知 人质是否安全 潜伏在人群中的便衣警察 没敢轻举妄动 而是选择 尾随在可疑男子身后 但奇怪的是 男子在抢到钱后 并没有急着逃走 放了一辆公交车 坐到后排的一名男乘客旁边 不知经过了多少个站点 男子终于下了车 负责监视他的两名便衣警察 也赶忙跟了下去 谁知两人没跟多远 就见到可疑男子 将装有现金的纸袋 扔进了路边的一只垃圾桶里 察觉情况不对的两名警察 急忙从垃圾桶里翻出纸袋 结果发现 里面只装着几本厚实的书本 现金早就不一而非 不明所以的两名警察 随即将可疑男子拘捕 男子很快交代了一切 原来这货根本不是绑匪 而只是一个社会盲流 真正的绑匪 就是公交车上 坐在其身旁的男乘客 对方给了盲流哥一笔钱 让他读过秀妈手中的购物袋 然后坐上指定公交车的指定位置 绑匪趁此机会 用手中一模一样的购物袋 调换了庄前的纸袋 尽管搞清楚了绑匪的作案手法 可是警方仍旧感到十分困惑 因为秀妈提前在装有赎金的纸袋上 做了特殊的标记 而绑匪用以调包的装书纸袋 也有同样的标记 这才让两名跟踪盲流哥的警察中了圈套 问题是 秀妈事先并没有将装前纸袋上的标记 告知绑匪 而此前给绑匪通风报信的秀爸 已被警方控制 那么绑匪又是如何未卜先知地 提前准备好了一模一样的调包纸袋呢 尤金警官在思虑片刻之后 认为绑匪应该还有同伙 而且这名同伙就在参与办案的警察之中 好在光警长此次留了个经验 在赎金里隐藏了一枚追踪器 通过这枚追踪器 警方已然锁定了绑匪的位置和行动轨迹 对方此时正驱车在四处兜圈子 可见此人的反侦察意识非常强 又金决定相计就计 也设计一个圈套 他先让光警长派几名信得过的警员 偷偷跟踪绑匪 然后将警方跟丢绑匪的消息 在警局内部扩散 果不其然 此消息不久就传到了绑匪耳朵里 绑匪立即放松警惕 回到了关押人质的仓库 最终被跟踪而至的警员当场抓获 好在遭受绑架的绣衣并无大碍 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 警方很快确认了绑匪的身份 对方的确不叫老金 而是叫田中 以前是一名警察 三年前 田中因收取贿赂 被开除出警局 此后就开始了坑蒙拐骗的勾档 半年前 田中盯上了蠢盾如珠的绣坝 先以投资为名 从其身上骗取了大笔钱财 而后又忽悠对方 一起实施了此次绑架 除了秀霸之外 田中还有一个同伙 此人是警局里的一名打浆油的女警 女警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此次绑架案 但却利用植物之变 在办案警员的设备中 安装了窃听器 从而使得田中能够实时掌握警方的动向 田中被捕后 女警选机也遭到警方拘捕 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田中是绑架秀衣的绑匪 那么性子为何会有诸多怪异的行为呢 而死在路边的男童又究竟是谁 佑金和冠成经过后续的调查 终于拼凑出了这起案件背后 出人意料又令人心酸的全部真相 田中原先绑架的目标 却是只有秀衣一个人 但由于小智整天跟秀衣形影不离 田中这才将其一同掳走 被绑架之后 小智为了保护自己的好友 拼命跟绑匪私扯 结果被丧心病狂的田中踹倒在地 头部撞上石头 当场没了呼吸 性子在警局认识时 见到儿子的尸体后 精神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刺激 随之陷入崩溃 并很快产生了严重的幻觉 误以为死去的人是秀衣 而非自己的儿子小智 正因为如此 他才跑去花店买了一束白菊花 送到秀衣家门口 以表示对秀衣的哀悼 至于他在街角见到的帽子男 其实只是一名猥琐的嫖客 尽管性子每天努力赚钱养活儿子 但母子俩的生活仍然捉襟见肘 以至于性子不得不偶尔出卖身体 来维持生计 他幻想着 终于能够以此帮儿子补交其餐费 让儿子以后在学校里 不再遭受老师和同学们的白眼 殊不知 他的儿子在前两天就已遇害 本期的故事来自于推理神剧 相棒中的经典案件《韦物》 这个故事的叙事手法 明显借鉴了一些精神分裂和幻想类电影 但情节仍然维持着相当高的水准 中国有句老话叫 麻绳专挑戏处端 厄运之爪苦命人 相棒中的不少案件 都体现了编导的这种对底层社会的关怀 比如我们此前解说的 《边界线》 《奇怪的自杀者》 《男孩别哭》等 都是既让人唏嘘 又接近现实的故事 或许 我们国家的影视创作者们 也该有一份关怀底层的情怀吧 有时候只有先被看见 才有可能被化解 被抚慰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下期见